大家好 在上一节课程里面 我们学习到 如何解析一个obj的模型 那么在这一节课程里面 我们就来学习 如何显示我们解析好的obj模型 打开scode 接着我们的项目继续编写 在使用OpenGL之前 我们需要先导入几个空 我们打开我们的项目配置 找到我们的链接库的选项 然后在这里 我们添加我们必备的几个库 其中 这几个库 是我们编写 MARC程序 必备的几个库 然后添加我们的OpenGL的库 我们还需要额外导入一个 glfw的库 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这是一个跨平台 创建OpenGL窗体的库 我们将glfw的库 以及投文件 拷贝到我们的工程目录 然后导入glfw的库 然后导入glfw的库 导入glfw的库之后 我们还需要指定 还有投文件 我们在编译的设置里面 找到 投文件的设置的地方 我们将这里改为yes 然后在这里配置一下 在这里投文件的路径为 我们的工程文件的目录 下面的glfw3 下面的include 下面的mark 配置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编写我们的 OpenGL的程序 然后我们在这里 导入我们的glfw的 投文件 然后我们就可以定义我们的glfw的库体 首先我们需要初始化glfw 如果初始化失败 我们就需要退出我们的程序 并且打印我们的消息 然后设置我们OpenGL的版本 在这里我们就使用 OpenGL 2.1 设置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创建我们的窗体 然后我们的窗体的宽度为1024 高度为768 名称为 OBJ Under 然后这两个设置为Low 创建之后我们仍然需要检查我们的窗体 是否创建成功 如果创建失败 我们就需要 关闭我们的glfw 然后退出我们的程序 当窗体创建完成之后 我们就设置我们的OpenGL的 设备 绑定到我们当前的窗体上面 然后我们使用一个Wire循环 来显示我们的窗体 来显示我们的窗体 我们设置一下窗体的退出条件 当我们按了ESC之后 我们就退出我们的窗体 我们在进入我们的窗体 中文就找到我们的窗体 虽下边或关闭我们的窗体 去低胗体 在这里我们swap一下我们的buffer 然后mop一下我们的实践 然后我们现在来运行一下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得到了一个窗体 然后现在来编写我们的OpenGL的程序 首先我们需要设置 我们OpenGL的背景色 通过GL-ColioColor来设置我们的背景色 我们在这里将它设置成灰色 然后启用它的深度测试 设置我们的深度测试的条件 到了这一步 我们就需要编写我们的零点测试器 以及我们的片段测试器 我们在这里创建我们的零点测试器 然后创建我们的片段测试器 我们将它添加到我们的项目里面去 我们先来编写我们的顶点测试器 我们先来编写我们的顶点测试器 首先我们需要定义我们的版本号 然后定义我们的属性 首先我们要定义我们的空间位置属性 也就是我们的顶点属性 然后定义我们的UV属性 然后定义我们的法线属性 紧接着我们就需要定义我们的四层四曲针的长量 然后我们还需要定义两个变量 我们是通过这两个变量来将顶点测试器的值 传递到片段测试器 最后我们来编写我们的函数 在OpenGL里面或者在DX里面都是使用的类C的比较高级的 左套器与M 我们直接将我们的UV数据 以及我们的法线数据 传递到片段左套器里面去 然后我们计算我们的0点坐标 在这里我们就将模型的每一个0点的坐标 通过MVP走一系列的变换 投影到我们的NDC空间 然后我们来编写我们的片段测试器 在片段测试器里面 我们同样需要定义它的版本号 然后我们来定义我们的变量 用来接收点点测试器 传递给我们的数据 然后我们来编写我们的函数 我们将我们的法线数据 章成颜色显示出来 大家注意 在这里 这一个UV数据我们是没有用的 那么在下一条课程里面 我们就会在这里使用到我们的UV数据 当我们编写好0点测试器 以及片段测试器之后 我们就需要将我们的测试器代码 上传到GPU 这样GPU就能够执清我们的组合器代码 然后我们现在来编写我们上传组合器的代码 首先在投文件里面定义我们的上传的函数 我们在这里需要引入我们的OpenGL 在这里我们指定我们的0点测试器的路径 以及片段测试器的路径 然后我们现在来实现我们的上传代码 在这里我们先引入我们需要用到的投文件 首先我们通过OpenGL创建我们的0点测试器 以及我们的片段测试器 创建好0点测试器 以及片段测试器之后 我们现在就来读取我们编写的0点测试器 以及片段测试器的代码 然后我们判施器 然后我们判断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 如果打开了我们的文件 那么我们就堵住我们的文件的每一行 内容 内容读取完成之后我们就关闭我们的文件 内容 然后我们现在来读取我们片段测试器的代码 同样我们需要先判断一下 它是不是已经打开成功 然后我们读取它的每一行内容 当文件读取完成之后 我们就需要关闭我们的文件流 现在我们拥有了0点测试器的代码 以及片段测试器的代码 那么我们现在就需要来编译 我们的0点测试器 以及我们的片段测试器 首先我们来编译我们的0点测试器 我们将顶点测试器的代码上传到 我们创建好的0点程序 其中这一个就是我们之前在这里 通过OpenGL创建的0点测试器的程序 然后这一个就是我们从文件当中读取到的0点测试器的代码 我们将我们的代码上传到我们对应的0点测试器里面去 上传完毕之后 我们就进行编译 然后我们需要检测是否编译成功 那么我们就需要获取到我们的编译的信息 如果编译失败 我们就需要打印出我们的spy的信息 当0点测试器编译完成之后 现在我们就需要来编译我们的片段测试器 我们的片段测试器 同样我们需要将我们的片段测试器的代码 上传到我们创建的片段测试器 上传完毕之后 我们就需要编译我们的测试器 同样我们也需要检查我们的编译信息是否成功 如果我们发现编译失败 我们就需要打印出我们的消失 我们就需要吸收的 我们的消失败 我们在各位信息 我们要解译�释 我们再次进行 我们之后 我们到我们的达译 感谢观看